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老条 本期带来一部永远不会拒绝别人的人 意外走上人生巅峰的故事 人到中年的卡尔已经厌倦了狂欢至深夜的生活 看电影是他打发无聊时间的唯一办法 朋友们也一定能在影音店找到他 卡尔很不情愿地被皮特拉到酒吧 本就心情不佳的他还被皮特撒了一波狗粮 抢眼幻窍之下祝福皮特和他的未婚妻 更不巧的是在酒吧里还巧遇到自己前妻和人家新男友 今天究竟是什么日子 什么事情都感到一块了 卡尔就是这样一个人 到了中年却活得一塌糊涂的失败男人 爱情浓丢,生殖无望 表面上活得比任何人都要佛系 对待任何事情总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可实际上他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 再继续在老朋友尼克面前 伪装成一个家庭事业双丰盛的成功人士 想着反正这人也见不上几次 何必和他说那么多呢 和卡尔截然不同的是 尼克算得上一位成功人士 别人梦想中的周游世界 他却切切切切的做到了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好好先生的演讲 这个好字颠覆了尼克的生活状态 他肆意地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 甚至用实际行动来鼓励卡尔 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尼克用石头砸碎银行大门的举动 在卡尔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疯子 卡尔的生活平淡无奇 凭借外界的一切干扰 总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这也使得他忘记了自己好朋友皮特的订婚酒会 皮特对卡尔失望透顶 对他发了很大的火 卡尔极力地想要找出一个完美借口 来解释他为什么没有去酒会 最后皮特被卡尔气得腐羞而去 卡尔这种消极的生活态度 使他和最好的朋友决裂 再这样下去 他只会孤独终脑 一天朋友们回来 发现卡尔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他们仔细端详了一会儿 他最终确定卡尔已经死了 因为他的状态早就已经和死亡无异 朋友们一点也不伤心 最后只是程序化地为他收拾 卡尔净醒原来这只不是一个梦而已 可卡尔确实被这个梦给吓到了 他无意中看到好好先生的宣传单 他觉得是时候改变自己了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去听了好好先生的演讲会 大厅里面座无虚习 老朋友尼克也来了 每一个人都为好似疯狂 一个穿着体面的白发的人 泰伦站在舞台上 台下掌声雷动 原本只是想安安静听一场演讲的卡尔 却因为新人的身份要上台 他可不想出风头 更是应付不来这一切 竭尽全力地找出不能上台的借口 还因为自己无意中的一句不 遭到了全场人的说教 只是让卡尔没有想到的是 他不上台 台上的人却冲向了他 就好像你不想被拯救 就必须拯救你的感觉 这下卡尔彻底成了焦点 数百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 泰伦他一眼就看透了卡尔的生活状态 毫无激情平静如水 卡尔在他面前就像是一个透明人 尽管他极力否认 但事实确实如此 泰伦拿着话筒指着卡尔 等待着他承认生活的不易 卡尔终于松口 他承认他的生活并不如意 他和泰伦定下一个约定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必须说好 如果一旦违背 就会遭遇到巨大的麻烦 此次演讲对于卡尔来说 可谓授意费钱 卡尔定下契约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 答应载一个流量汉去公园 外加借给人家手机 流量汉拿着他的手机 似乎接待聊起了天 直到手机没电关机 卡尔把流量汉带到一个 荒芜人烟的公园 连走时还要了卡尔身上所有钱 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自己的车却没油了 他只能徒步跑了几公里 找到最近加油站 由于不能说不 卡尔觉得这简直糟糕透顶 这或许并不是最糟糕的事情 毕竟在加油站 巧遇到一位美女 而且自己的遭遇 还成功了引起美女的兴趣 还成功的坐上了美女摩托车 没有什么比这更刺激 更美好的了 两个人骑着一辆小摩托 在街上呼啸而过 很快就到达卡尔汽车抛锚的地方 这也意味着 卡尔和美女马上就要分别了 可这位美女总是不按照常理出牌 不仅在这一位陌生人在街上逗风 临走时还送给卡尔一个香吻 这次的言语 让卡尔越来越相信 能够带给他好运 之前从不周末加班的他 开始了加班生活 卡尔是一个负责审批贷款的银行职员 他也成为不能对任何贷款人说不的地步 尽管贷款人看上去毫无商业头脑 甚至将明星蛋糕做得一塌糊涂 可他依旧给批准了 这次的加班让他赢得上次的青睐 也获得了梦眉以求的升职加薪 卡尔约老朋友一起在酒吧喝酒 并赔礼道歉 朋友们为卡尔的改变而高兴 喝醉的卡尔在舞池狂舞 获得了很多人的欢呼 在兴头上的卡尔和美女热闻 起料人家已经有了男朋友 决斗在所难免 于是乎卡尔被光头揍了一顿 被豪子迷魂投了卡尔不以为然 举其奉行着以好的生活信仰 他和邻居之间的关系也有些缓和 热情的为邻居老太太修理书架 老太太为了答谢卡尔 想要献出自己 和他来一个美名的约会 卡尔可受不了和一个老太太亲近 他很明确的拒绝了老太太 结果倒霉的事情就发生了 他不仅从楼梯上滚了下来 还遭到恶狗的吓唬 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够拒绝老太太 一狠心一咬牙 同意了令人难为情的约会 不仅如此 卡尔成为了有求必应的主 化妆舞会上非常有热情 来准不拒 享受生活所带来的活力 学习飞行和夜律 没事的时候还发发救济品 做一个阳光老好人 只要他说好 运气就会猛蹭 在酒吧再次遇到大美女 自从上次公园已别 卡尔对爱丽森朝思暮想 终于让他再次见到 他目不转睛的看着台上 又唱又跳的爱丽森 被他的舞姿深深的迷住 爱丽森也看到了卡尔 他们两个人相谈甚欢 两个人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 都喜欢做慈善 都对艺术着迷 爱丽森邀请卡尔去参加他的摄影课程 但是这一次 卡尔并没有给爱丽森留下好印象 他不仅迟到了 还喝个零丁大醉 因为昨晚被朋友拉去通宵喝酒 一大早就慌慌又来到爱丽森的户外摄影课 卡尔称爱丽森学生中最积极的一个 也成为体力透支最快的一个 惨兮兮的躺在了地上 卡尔对生活充满热情到达疯狂的态度 这也让爱丽森很着迷 他不喜欢一成不变的生活 而卡尔正好满足他的所有需求 卡尔也很满意爱丽森 他带着爱丽森去参加哈利波特化妆舞会 聚会简直糟糕透了 一整个晚上都在看电影 这要不是真爱粉真熬不过去 上次也十分体谅卡尔提前放他离开了 卡尔和爱丽森骑着小摩托在街上兜风 又翻过围栏进入一家妓院 他们唱着充满快乐爱恋的歌曲 释放着自己心中的激情 卡尔因为好字找到自己一生的挚爱 他们在原型的舞台上甜蜜一吻 不幸的是他们被看守员逮个正着 两个相爱的人在美妙的夜晚被追赶 一起携手逃跑也是一种别样的浪漫 第二天一大早 卡尔神清气爽的回到公司 他却被告知麻烦来了 很有可能保不住工作了 但卡尔却不在乎 坚持放出了最后一笔贷款 该来的总要来的 由于卡尔两个月的放贷数量高达561笔 远远高于平均值 收到副总裁的询问 他们查出卡尔放了很多小额贷款 有的只是为了买一辆自行车 提出他们怀疑卡尔偷银行的钱 但是经过调查他并没有 贷款人都很感谢卡尔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并且换款率高达98% 卡尔的小额贷款被银行赚了很多的钱 公司为了留住这样的人才 给卡尔升值加薪 没有比这更好的运气了 也让他越来越缝好字 和朋友的未婚妻一起挑选聚会用品 遇到了有人跳楼自杀 卡尔化身为谈判专家 开始和跳楼者谈判 他为跳楼者轻轻演唱一首歌曲 歌中描绘了生活的不义 但要坚强地生活下去 这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过敏 也让跳楼者放弃了轻声的念头 卡尔也越来越疯狂 他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他不断地寻找刺激 和女友来了一场说走就走旅行 他们参观了博物馆 在枪上打了飞碟 参加看了棒球赛 卡尔穿上怪异的玉米服 为自己喜欢队友加油 还挑战自我极限 去肌肉处理场看鸡头 要知道 美国人很难接受鸡头 尽管卡尔在极力的克制 可还是晕倒了 女朋友并没有晕倒 自己先倒下了 这让他很是没有面子 爱丽森完全被这个傻里傻气 又有些可爱的男人迷住了 两个人的恋爱关系更加进一步了 就在卡尔觉得生活越来越好时 突然出现了变故 他们被警察给盯上了 警察怀疑卡尔策划了恐怖袭击 卡尔的一连串生活轨迹 在警察看来就是图摸不轨 首先 他为什么在最后一分钟才选择登机 会见波斯新娘 学会朝鲜语和开飞机 他的婚姻只维持了六个月 是为移民做准备忙 为什么贷款给作业有机肥料的 那个人会不会再制造炸弹 这一连串的质疑 让他和爱丽森的关系跌入冰点 他开始怀疑卡尔对自己的爱 是否是真诚的 一气之下离开了他 好在律师跟警察局解释清楚了 这全都是因为他不能说不造成的 虽然他安然无恙 但彻底失去了自己的爱情 生活还在继续 可他始终提不起激情 有时他会去看爱丽森的表演 爱丽森根本就不领情 甚至让他去跳桥 很难说不得卡尔也就真的去了 从几十米高的桥下一跃而下 不过不用担心 这跟蹦吉比起来根本不值得一提 卡尔继续奉行说好的生活态度 不过他再也感受不到开心了 虽然他帮朋友举办了最棒的聚会 还撮合了朋友们的爱情 全部人都沉寂在快乐当中 唯独他满脸阴郁 深情疲悲的卡尔又接到前妻的电话 他又毫不犹豫的去安慰失恋的前妻 前妻不断的引诱卡尔 关键时刻他拒绝了 而倒霉也随之而来 先是被困电梯 巧遇黑猫 又被开罚单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好的契约诅咒 生活混乱他去找泰斯为他解惑 卡尔总是不按照常理出牌 从人家车里钻出来吓得泰斯一跳 泰伦的车被掀翻 两个人双双如愿 卡尔简直倒霉到底 他对说好的契约深信不疑 甚至觉得这就是诅咒 可泰斯告诉他 根本就没有什么契约 一切的一切都是他的独角戏 那只是一种心理暗示 关键是遵从自己的内心 这是任何东西都不能强迫的 卡尔恍然大悟冲出医院 开着越野摩托车 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他赶上爱丽森的摄影课 表达了自己真实想法 虽然不想同居 但是想要交往 他们彼此更加坦诚 展示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而不是在害怕中谈情说爱 度过一生 他们原谅了彼此重新在一起 最后卡尔遵从了自己的内心 活得越来越潇洒 变成了一个乐善好事幸福快乐的人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金凯瑞经典喜剧电影好好牵手 卡尔前后的两种生活态度 折射出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 一味的否定一切 什么都不敢尝试 将自己困在狭小的空间里 或是一味的认同 甚至很难说不 殊不知 只有遵从自己的内心 才能活得更加潇洒 只是一部具有人生之道意义的电影 老油条我是非推荐版篇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